哈喽大家好,我是带你去看非洲 今天我们来到了离坎帕拉市区 差不多200多公里之外的一个边境小城吧 叫姆巴莱 事情已经忙完了 我们在这里准备吃点东西 然后住在上面的那个酒店上面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吃的喝的情况 这边小地方跟坎帕拉市区 还是很大的差异了 我们就在这个酒店的一楼吃饭 现在五点到钟,没什么人 墙上面都是菜单 还没有专门的那种菜单的 点了两份鸡肉吃一下 环境感觉它还可以啊 鸡肉米饭再加点汤 鱼啊牛肉都没有 只有鸡肉羊肉就吃了 价格上面写的一万 不知道是不是等下付钱才知道 同时已经开吃了啊 不然收拾的比较积极啊 刚刚吃完就拿去收了 刚刚那个味道还行 那个当地的青菜吃起来有点像 雪里红的那个味道 看两万八 一万二的鸡肉 差不多是二十块钱 还有饮料 还算正常价位吧 酒店就是这种 我们等一下在四楼 现在时间还早 我们就在周边上上步 给大家拍拍这边的街景吧 这里的话应该在修公路 边上还有两个推土机 前面还有两个白种人吧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看一下 这推土机在修路的 陪同我们来的就是当地的UCC部门 相当于就是国家通信部门 这是他们的这个办公室 刚刚在那里待了一会儿 关键是他们的街景 你不要看着前面乱糟糟 从这个角度上看 他们这个街道还是比较干净整洁 有一点那种 什么的感觉不好形容啊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壁画街道啊 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这一栋楼 感觉还行吧 边上的这些房子都还不错 前面有一个酒店 不过刚刚去没位了 所以说我们住在前面的 大家去看一下房间怎么样 现在是酒店四楼 对面还有这种山 还是第一次看到 没有建房的这种丘陵吧 相当于是 这是房门钥匙 还不是房卡的啊 我们在这里 看一下里面的情况怎样 感觉怎么样 很简单 就一个卫生间 然后一张床 不过一个风扇 一个电视机 很简单吧 不过还有一文章 不过一被子 这边气温晚上都要盖被子的 三万七千斤一晚上 差不多就是六十块钱 六十多一点吧 现在还早 才六点多钟 看一下他们这边的情况 刚刚那个街景的话 第一感觉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有一点那种宁静啊 休闲的小声 第一感觉 但是像我们去几十公里外的乡村 那就不一样了 不过也有一个亮点 就是大片的那个稻田 我在这边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片的稻田 有点像平原之类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也有水田 你看稻谷 还有人在这里出地的 这边就是绿油的那片 像平原吧 看前面还有个那种洒水机 浇水那种比较有 这像不像国内的平原 如果说不是生在非洲 估计很多方式 还会说是国内的哪个地方啊 肯定很多粉丝也想不到吧 非洲还有这么大片大片的稻田 当然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啊 这个应该跟中国人建的农场不能比 估计也是当地的一些山坡去种植的 什么品种我也不知道 估计不一定是国内那种杂交水的 产量的话估计是比较低的 因为他们的种植技术跟达理啊 都还比较差劲 不过这边四季没那么明显 所以说应该随时可以种 今天既看到他们培育的那种小羊苗 也看到他们那个稻田成熟的 所以说差异还是很大的 这边也很少那种水泥地 他们晒稻谷的话就是铺一层那种 胶纸在上面晒 也算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吧 今天的话也算是展现了一些 之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 让大家了解一下 明天的话我们继续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